作词 作词 成国 是 拜託了 出發 下車 跟我鬥 你還不夠資格 這一次我要讓你和共黨八路 同歸於盡 您怎麼回來了 不好了 紅木男暴露了 趕緊想辦法通知他 紅姐 紅姐 怎麼樣 我接到了三零七同志的密信 劉文智同志 你已經暴露了 趕緊走 我 對 你 帶著生化武器 趕緊撤離 我已經想好了 如何把生化武器運出去 我把它固定在一個水箱的中間 這樣就不會磕 不會碰 在途中一定不會出危險 老闆 浴水的車已經回來了 好 趕緊撤吧 那你怎麼辦 我 好 我留在這兒跟他們周旋啊 放心吧 我在這兒強承這麼多年 這件事情我對不得來的 而且現在 鎮子已經帶著人過來了 趕緊撤吧 那這樣 我們在城外的樹林裡回合 說好了 好 走 走走走 走 走 快點 快點 幹什麼 包圍可來箱 是 包圍可來箱 快 快快快 快點快點 太监 快快点 走 快点 太监 快 太监 快点 只要你们说出红牡丹在哪儿 你们都会平安无事 你 过来 太监 红牡丹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太监 饶命啊 太监 叔 太监 太监 红牡丹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太监 这个客栈还有个后门 没准儿 霸楼藏那儿了 开车 走 老板 老板 马上准备好了 我知道了 那你们先走吧 那好 雯南同志 你自己注意安全 我会的 红牡丹保重 走吧 好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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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车柜的 快 快 胡老板 胡老板 鬼子正在外头杀人哪 阿三跟厨子都被杀了 阿四 赶紧拉着水车 到城外 跟刘大哥会合 再不走来不及了 快点 快走 快点 刘大哥 给我搜 刘大哥 哪里发现一个洞口 走 太监 这是迷道 八路跑了 给我追 红牡丹在哪儿 说不说 听见没有 如果你们不说的话 一个一个都给我杀死 我手到鼓 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三 朕子 红牡丹总算出来了 有 陪也正香 有胆量 八路共党 我们大日本的秘密武器都在你这儿 对啊 那要怎样 交出来吧 没那么简单 那你想怎么样 放了他们 挺有同情心的嘛 我告诉你 我可以答应把他们放了 但是你想耍半点花招 全部都给我死 锦绍 把他们都放了 是 滚 好了 现在你赶快把东西交出来吧 快点 不许动 给我赏赏花样 你 回扯门 快 老百姨 快 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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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走 走 站住 站住 樓梓 爹 我们就把书我的车 杨茜在你里面 买个车 知道吗 你这么快 ар味 是 夏甜 甩 长 老刘 小花 仙姐 你怎么来了 陈大姐 你没死啊 我以为你死了 我以为你死了呢 担心死我了 我是在执行任务 所以不能告诉你们 好 别落了 我们说正经的事儿 老刘 好 怎么了 红牡丹出事了 日本人血洗了克莱香 红牡丹的身份暴露 已经牺牲了 什么 你说什么 红姐她死了 小河 你要坚强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 你们在这儿呢 红牡丹事先告诉我 这是我们在城外的一个汇集点 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呢 连长 咱们一定要找到马车 不然红钱就白白牺牲了 连长 我去吧 不行 这个时候去 鬼子查得正言 这是自投罗网 连长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这儿是不能待了 我们需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先去我师父王湛奎那儿吧 哥 我师父你见过的 就是上次放我们出城的那个 现在去他那儿 你的安全 可是这么多的人去 难行吗 我师父人很好的 没问题 暂时只能这样 走吧 走吧 你 你不是说马车每天都会来这里吗 在哪儿呢 太军 这 中国有句老话叫老马识途 红牡丹的马车确实每天都会来这儿 今儿没来 估计是马受精了 跑到别兽去了 这个道理我会不知道吗 权力 前程戒严送过马车 马车的水箱里 有我们大任部皇军最秘密的武器 一定要抢到手 是 来 我的权力 水箱 祖师爷说的一点也没错呀 贼不走工 当家的有人敲门呢 行了 行了 甭去了 就是这帮小子 我去吧 赶紧 赶紧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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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点待了 整个齐阳城让你们闹了一个遍 你们这么大能耐 两个落脚地方都没有了吧 所以来找您了 师傅 什么也没说了 进去吧 快 等等 我们还有人 还有人 哥 师傅 怎么是你啊 我求你了 我可没找你惹你啊 我日子过得好好的 日本人来了我们家就完了 快走走走 师傅 我这日子过得好好的 师傅 你听我说 我们实在是没有地方了 所以来找你 我求求你让我们待下去 这什么人你不知道 师傅 你听我说 我知道给你们添麻烦了 但是我实在没地方去 只有几天 躲回了风头我们就走 哎呀 你躲不躲我不管 我求你了 你们饶了我吧 走走走走 师傅 哎呀 走吧 师傅 你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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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哎呀 你是倒霉孩子 你 你 我求求你了 让我们留下来吧 我们就待几天 待几天就走 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师傅 师傅 我可跟你说好了 咱们不认识 也没见过面 过了这阵风 赶紧走你的 快快快 快快 进去 进去吧 哎呀 谢谢啊 我跟你说啊 以后后院你少了 走去 别跟他们谈话 知道了 师傅 师娘 你又干嘛 那个 我们还没吃饭呢 小兔崽子 我该你们的欠你们的 师娘 你看 我该怎么办 你没有什么事 我现在就说了 我把你吃过来 你吃过来 那我吃过去 你吃过来 我就知道 我吃过来 你吃过来 吃过来 你吃过来 我吃过来 我吃过来 我吃过去 你吃过来 我吃过来 我吃过来 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可是今天 你却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我刘公主向你保证 当打跑了小鬼子 我们一定体体面面 风风光光地祭奠你 这一碗酒 就像是同志们给你送行了 站住 上头有令 任何人不得进去 少废话 我们就要进去 难以不行 快进报告 阁下 皇叔他要给红布袋收尸 您看 看来他是不打自招了 这下我就放心了 可是他这是向您挑衅的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你不等 他能够向我挑衅 这正说明他不打算跟我翻脸 若是他选择沉默或者是忍耐的话 那是真正的危险 你 同志同志手下别管他 放他走 放他走 他没必要执直 十一韩个公曲 最后 valued 你 derive 除外 Ottawa 以国安度 受沉率 落到兵地 三嬸 可不停 我老婆死了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再娶 就是心里装着你呀 其实我知道 你心里也有我啊 因为你是巴露 你不能说 你心里也有我啊 因为你是巴露 我本想队伍在壮大壮大 另立山头的时候 就把你接过去 我想让你享福啊 可是 可你不等我了 莫丹娜 一路走好 今生未能结合 来世我一定娶你 秦大姐 睡了吗 你怎么还没睡啊 秦大姐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假死啊 而且我哥哥既然知道你没死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你知不知道 我以为你真的死了 我好伤心好后悔 我告诉你啊 我偷偷给你烧纸的时候 还告诉你好多小秘密呢 其实 说起这次假死 还要感谢你呢 你上次的假死 启发了我 可是你那次呢 是无心的 我这次可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 真子这个人呢 是日军的高级官员 他善于谋略 但是生性多疑 他一直知道 在齐阳城有三股力量在反对他 一股呢 是小野 还有一股是黄树糖 还有一股是咱们八路军 所以我借那次机会 偷偷地从咱们部队里脱离出来 神秘地出现在他的背后 让真子觉得 还有第四股力量在反对他 可他摸不清楚到底 这股力量来自于哪儿 都是些什么人 你知道吗 一个人的长处 恰恰就是他的弱点 那我们呢 也正是 利用真子生性多疑的弱点 让他草木结冰 疑神疑鬼 影响他的判断 让他决断失误 为我们提供有力的条件 小和 我们只有利用敌人的弱点排兵布阵 才能够以少胜多战胜他们 原来是这样啊 懂了 快睡吧 去看下来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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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就跟着你干了 你说吧 就是二姐夫 弟兄们都会跟着你干的 大哥 我只知道我黄叔堂的命是你给的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女人 除了你 我没喜欢过任何女人 我能为弟兄们卖命 我就能为你报仇 大哥 洪老板的仇咱们肯定得报 但是也得好好合计合计 这小鬼子正盯着咱们呢 有苍蝇盯着 还不吃饭了 你们要时刻警惕 不可以有丝毫的懈怠 进城出城的都要仔细检查 听明白了吗 是 我反应 太军刚才已经 说得很清楚了 皇军的秘密武器 阴魔裸鬼 被八路给劫走了 这种武器 是皇军 专门对付八路而生产的 威力巨大 一旦爆炸 就会喷出毒气 让人烂骨头烂飞 都看好了 这就是阴魔裸鬼 是一种蓝色的液体 装在两只玻璃瓶中 储藏在一个小铝罐子中 都看清楚了 你们传着看看 快走 快点快走 查都给我仔细搜查 查仔细了 有任何线索 马上向我回报 长官 你看 等我来 飞起来 星星 当家队 你怎么恒恒张张的 别问了 我说你要干吗 当家队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就是日本人的化学武器 能让人 懒骨头乱废的那个油水呀 那你把他带回家干嘛 我哪知道啊 这不祖师爷说贼不走空吗 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哎呦 这是 哎呦 轻点 让我在城门 日本人挨个盘查 让我们紧快对 挨个看照片我才知道 我惹了大祸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现在只能讲错就错了 要随门牙往肚里咽 这水缸以后不要用了 这东西只能搁水里头 千万别冻这水缸知道吗 哦 师父 是你啊 师父 又要干嘛 师父 我们想求您帮个忙 这天黑了 我们想出城 嘿嘿嘿 你们现在要出城是吧 嗯 知道有多难吗 一想天开吗不是 哎 找个梯子 就想上去购月亮 哪跟哪啊这是 王大叔 您老是守门队的队长 这一次啊 我们真有急事 希望您通融一下 队长管个屁用啊 哎呀师父 我们这次真的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去找回克莱香的马车 马车上有红姐用生命换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找不到的话 红姐就白牺牲了 哎 我跟你们说啊 刚死了一个红武丹 你们怎么着 还晚上凑个是吧 那城门日本人把守得多严呢 你们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不要命了是吧 师父 车上有化学武器 没什么不好说的 王大叔也不是外人 王大叔 我跟你说实话 车上现在装的 就是鬼子的化学武器 阴魔裸鬼 如果被鬼子搜到 能威胁到全城老百姓的生命啊 我王战魁什么没见过 那日本人找的不就是那个吗 一爆炸了 让人家烂骨头烂肺的那个药水 还真邪了 这红武丹怎么成了你们八路了 我真没看出来他 他不一直跟黄树堂搞破鞋吗 这娘们 王大叔 我纠正您一下 红武丹同志 那是革命烈士 您说话尊重一点 我告诉你 我跟你们不是一伙的 别跟我这革命不革命的 跟我说不着这个 师父 师父 您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王大叔 我看您也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您帮不帮 您先考虑一下 我告诉你实话 就这个马车 人家日本人找着了 里面根本就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们现在要不想惹事 赶紧给我回后院去 否则的话从我们家滚出去 走 王大叔 师父 你别生气 你也滚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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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徒弟 走 我是你徒弟 走 我是你徒弟 老头子 你怎么不把那东西还给你徒弟他们呢 你让我找死是吧 你知道红牡丹为什么死的吗 不就是为这个吗 我告诉你啊 咱们要是掺和进去 最后死的比红牡丹还惨 知道吗 老老实实待着 小泽医生 这个疤痕 永远都退不下去了吗 恐怕是的 角霞 許可可不可以 那些为了我容颜的男人 这下 他们终于退下去了 我再也不需要 为辨别男人的真伪 而操心了 你说呢 阁下说的是 这疤痕 真的很难看吗 不不不 阁下不要这么认为 在卑职心中 无论您在什么时候 都是最美丽的 红母丹的马车找到了没有 报告阁下 马车找到了 但是并没有找到阴谋罗鬼 这么说 阴谋罗鬼还在刘洪志的手上 景上 如果我铁儿走险 主动出击 你说那个刘洪志 他会是什么反应呢 卑职 不肯说 真子阁下光临 卑职不胜荣幸 来来 里边请 请请请 真子阁下 您请 刘队长 在 不用这么拘束 今天我来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您严重了 这 我这也不是什么三宝殿 就是一狗屋 您来 就是给我天大的面子 真子小姐 有事您吩咐 我真机队上下 必定全力以赴 我今天来主要是两件事 第一 就是这枚勋章 是对你挖出红牡丹 进行表彰 没有你的密报 我们很难挖出红牡丹 这个八路的高级间谍 所以 大日本帝国 特意给你表彰 这也是济南军区 和伊藤中将的意思 伊藤中将 为大东亚共荣 肝脑涂地 在所不惜 这第二件事 就是这个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防化箱 跟化学武器配套的 如果化学武器 没有这个防化箱 在运输和保存中 稍有一个不小心 就会引起爆炸 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特高克 在研发化学武器的同时 也在多次的实验 和研发这个 经过我们多次的研发 总算 研发出了这个 与化学武器配套的防化箱 可惜那些八路 有眼无珠 只知道化学武器 却不知道这个防化箱 我真希望那些化学武器 在他们的手里 砰的一声爆炸 让八路 承担起起阳事件的责任 让可恶的刘洪志 也承担起使用化学武器的 手开先河 好 真子格家 如此说来 这防化箱是万万不能落入 八路手里 只要八路没有防化箱 阴魔裸鬼 还是掌握在我们手里 只要不被运出起阳城 阴魔裸鬼可以物尽其用 调队长真是聪明人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 好 从现在起 我把它交给你 由你来掌管 好 好 希望你 二十四小时 派人保护他 千万不能落在八路的手里 这也是我对你的考验 是 请真子格下放心 卑职就算护出这条老命 也不会让他落入八路手里 我希望 你为大日本帝国 再立功勋 是 你慢走啊 慢走啊 对啊 北野阁下亲自给您颁发的 这可是大日本帝国给咱们最高荣誉呀 走走走 这个刁德胜队长 肯定没想到事情没那么简单 一个防化箱可能会引起一场恶战 要不是我看到真机队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只有一个大门没有其他出入口 可以把刘洪志困在里面 冬中捉鳖 我才不会把这个防化箱 交给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 盖下 防化箱在真机队的事 要不要我放出风去 不用我们操心 这个刁德胜队长嘴贱 自己会放风出去的 盖下应名 哎呀 发达了 我挑得事儿 时来运转了 必须的 队长 不仅北野阁下亲自给您颁发奖章 就连一城中将都知道您的名字了 那是多大的荣耀啊 别算是小小的齐阳城 恐怕就连整个焦东地间 您都是从一份 黄鼠狼算什么 他能给您比吗 他就是狗屎一个 他给您提一些都不够份 哎呀 黄鼠狼啊 黄鼠狼 你没想到我挑的事儿 总有一天也把你踩在脚底下 大成牙 传我命了 从今儿起 全队上下严密戒备 给我牢牢地看着这个 这个祖子 出 祖子 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就全靠你了 小 五大 小 五大 把你留在真机队打杂 那也是我看在 咱们曾经同过世的情分上 你这娘这别不是好歹啊 整天胡思乱想做白日梦 这个东西很危险 只有放在水缸里才是安全的 探头带路 别动 哥 小心啊 小心 你说这个王战魁 明明找到了阴谋楼鬼却不告诉我们 真是当汉奸当习惯了 一点觉悟都没有了 不许说我师父 要不是我师父让我们藏在这儿 我看你们去哪儿 好了 别闹了 王大叔把阴谋楼鬼藏起来 应该不光是为了他自己 也是为了保护我们 千姐 这阴谋楼鬼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这个问题刚才我也想了 可是你们别忘了 王大叔是小和的师父 和师父不是常教我们吗 贼不走空 所以 要是王大叔发现一辆白跑的马车没人管 他能放过吗 对 也对 好了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 尽快找到防化箱 把阴谋楼鬼装进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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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了 哎 哎 瞧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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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哥 走啊 牡丹托梦给我了 说那边有个空缺 很快就把你整过去 哎哎 黄老哥 黄老哥 这 兄弟是没法子 谁让他是八路来着 我不管他是八路九路 我黄某人就是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 现在有人害得我无处报恩 那我只有报仇了 刘队长 最近齐阳城可不太平啊 当心你的小身子骨 哎呀 黄老哥 这这这事真不能来兄弟